大家好,我是小颖 白萝卜在每个家庭餐桌上 成为一道独特的佳肴 不论是炖肉,炖汤,还是炒菜 美味可口 今天小颖跟大家分享一个白萝卜新吃法 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保证您吃过以后都会念念不忘 特别的爽口 一点也不油腻 做法非常简单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 具体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把黄豆 倒入碗中 再倒入清水 没过黄豆 下手把它清洗干净 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物 洗净后 控水捞出 放入另一个碗中 再倒入清水 把它浸泡一个晚上 现在看看 这黄豆已经浸泡了一个晚上 每一粒都变得胖乎乎的 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碗中 倒入清水 再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后 然后控水捞出 直接放入锅中 再倒入清水 没过黄豆 再加入一勺食盐 入个底味 接着用小火把它煮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条白萝卜 把它放入盆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打湿一下白萝卜 再撒上一勺的盐 下手搓洗搓洗 因为萝卜生长在土里面非常的脏 所以用盐来搓洗 可以把它搓洗得更干净 平时我们在做萝卜的时候 萝卜皮一定不要去掉 因为萝卜皮的营养成分 比萝卜肉的还要高 而且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 要是萝卜表皮比较坑坑洼洼的 不好清洗 我们可以准备一把小刀 把它削掉 就不用担心萝卜皮洗不干净了 很轻松的 就把萝卜皮上面的泥土 削得非常干净 再倒入清水 清洗干净 洗净后放到菜板上 先切掉白萝卜的头和尾不要 削好后把它切成小段 然后把萝卜切成片 我们先切两刀定个位 定位之后我们把萝卜切成薄片 一定要切成薄片 千万不要切得太厚 片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丝 把萝卜丝也要细点 白萝卜要想好吃 一定要选择这种 颜色鲜亮新鲜的 新鲜的萝卜水分足 吃着口感鲜嫩爽口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碗碗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再加一勺白糖 然后下手把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根萝卜丝 都能够裹上盐和糖 这样可以很好的去除 萝卜的辛辣味 全部抓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旁腌制15分钟 再准备一把大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末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葱白 把它切成小粒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红椒 先把地切掉不要 在中间切一道 把里面的辣椒子取出来 再切成小段 然后切成辣椒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公鸡生的蛋 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小尹来说 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你帮小尹点赞 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 这个时候 我们的萝卜 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可以看到 腌出了好多的水分了 下手把萝卜里面的水分 全部挤干 千万记住 不要用自来水去清洗 因为那样比较滋生细菌 还会影响口感 也不容易保存 把挤干水分的白萝卜 放入另一个碗中 把它抖散 这个时候的黄豆 也已经煮好了 用漏勺把它控水捞出 直接放入白萝卜里面 接着把葱蒜也加进来 接着我们泼上热油 给它激发出它的香味 然后把青红椒加进来 家里有条件的 再放一勺白芝麻 加一勺生抽 再加一勺白糖 半勺的鸡粉 然后再倒入两勺的香醋 再加一勺的辣椒油 香菜也倒下来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因为我们的萝卜 已经用盐腌制了 而且调料里面也有些盐分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全部拌匀以后 装盘开吃 这样一道解腻又下酒 又下饭的小菜就做好了 这样腌制出来的萝卜丝 吃起来特别的脆爽 非常的香 萝卜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而加入了黄豆和花生米 又增加了香味的层次 嚼在嘴里越嚼越香 别小看这样的一道萝卜丝 如果你在饭店要38块一盘 在家自己做成本不要3块 非常的实惠 做法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ãy subscribe cho kênhle璧